然後一個是馬桶 然後一個是 洗手台 咦 馬桶 就這麼 這樣決定的 學姊 OKOK 我剛正要說姊 你來你來 學姊 那個馬桶的部分我來 馬桶的部分 幫我學姊有沒有 我需要接受歷練好不好 我們現在就是 先全部沾濕 然後稍微擠一下 OK 沾濕之後呢 就是把菜公布拿出來 然後水都不要擠 這時候我們要擠大概 十元硬幣到五十元硬幣大小 所以我們稍微就是有點彎腰 就是把它彎起來 這樣稍微把它擠 把它擠泡泡擠出來 放圓 OK 對 我們要必須把它擠出泡泡來 它效果會最大 好 我們待會兒在刷的時候要記得 擠出泡泡的時候 大概你的手都會有泡泡的時候 我們開始 不要讓它站到自己 就是我們在刷的時候 用化圓的方式輕輕的 看你要從左邊往右邊刷 還是右邊往左邊刷都可以 慢慢洗車 對 類似 那如果你在刷刷 等一下刷到最後比較乾 覺得有點乾的時候 就再沾一點點水 然後再繼續刷 讓它最好是有像這種 泡泡的呈現狀態 了解 如果你等一下刷 太沒有 就是可能太乾 可能變成這樣子的話 那就代表說 你還要再加檸檬出爐膏 那如果你刷 如果是已經快刷不動 你就再加點水這樣子 對 那我們就是用化圓的方式 然後慢慢去刷它 好 OK 好 它好像很專業耶 完全沒有露到窗戶外面 噴...做噴灑的 OK 然後許姨這邊示範的是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 如果有時候我們在暗場中 會遇到... 對 會遇到那種半套的廁所 它是沒有連蓬頭的 那我們這時候會利用 抹布的一個集水性的特色 然後去把我們的檸檬區物膏的 膏把它沖掉 好 然後待會兒會分兩邊 一個是廁所 然後一個是馬桶 然後一個是... 洗手台 你... 馬桶 就這麼... 這樣決定的 學姊 OK OK 我剛剛真的要說姊 你來你來 學姊 那個... 馬桶的部分我來 馬桶的部分 你會幫我學姊有沒有 我需要接受歷練好不好 歷練 馬桶的部分都交給我了 好 那... 你之前的待遇都沒有很累 欸 怎麼會 彩糖 什麼類 彩糖 有可能會累一點點 好啦 我新人 我菜 我就菜 真的 菜你要趕快去 好 行行行 我就那個 二學姊有沒有 對